第39集 失踪孕妇 明川回到情人谷的时候,发现这里聚集了更多的警察。 他们开始对民苏四周,包括丁府民,昨天说的线索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明川无奈地长叹一声,本来只想轻轻松松度个假。 如今算是彻底泡汤了,他琢磨,所有的鉴定应该今天下午会出结果。 等核查结果无误,他打算干脆回去算了,毕竟横海那边还有案子。 就算是他不着急,罗比辛恐怕也不想在这里待了。 至于这个案子,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下去,自然由夏宴他们继续侦破。 能帮的忙已经帮了,继续插手他们的案子也不符合规矩。 他本来想去问问罗比辛打算什么时候走,结果听别人说他又去地窖了。 明川轻叹一声,心里琢磨,这个女人不是和这个案子杠上了吧? 他倒是能理解罗比辛的心情,这倒是也符合罗比辛的作风。 明川知道,自己劝也没用。 罗比辛干了这么多年警察,他不担心他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他干脆搬了一把汤衣,舒服地坐在上面,准备打个盹。 这里山清水秀,打算再怀念一下自己最后的度假时光。 片刻的功夫,罗比辛从地窖下面上来,看到明川躺在汤衣上,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明川睁开眼,看了他一眼,懒洋洋地问道。 有发现? 罗比辛失落地轻叹语声道。 现场被老鼠破坏得很严重,而且时间也有些太久了,想证实颠覆民说的话是否真实,恐怕没这么容易。 明川打开手机,给他发了一个微信照片,说道。 李手上的指纹对比结果出来了,基本上全是丁覆民的,这对丁覆民很不利啊。 说到这里,明川抬头问道。 你相信丁覆民说的是真话? 罗比辛仔细看了一眼指纹对比结果,神情显得更加凝重。 他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来,说道。 有时候越是这样的案子,我们其实越得谨慎。 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 说实在的,保护自己还是其次的,万一真的弄成了冤案,有可能会把对方送上了断头台,再后悔也没地方找后悔药去了。 这不像其他的案子,或许还有个补偿的机会。 以我昨天晚上对丁覆民的判断,他说的并不像假话。 明川没有说话,他知道,罗比辛的担忧是正确的。 怀疑一切本来就是一个老刑警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明川安慰道。 毕竟这案子有五年了,他可以用五年的时光来打磨他的说辞。 有的时候啊,谎话说的多了,就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罗比辛诧异地看了明川一眼,说道。 不是假期还有两天? 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笑道。 这么着急回去,是不是想躲开某些人? 明川愣了一下,他不屑地笑道。 躲?我狼明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还用躲啊。 罗比辛刚要奚落他两句,就看到黄小荣和江小白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跑了过来。 他们身后竟然是走得不急不慢的老丁。 罗比辛诧异地问道。 你们怎么来了? 结果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围在他们两个人身边,一脸狐疑地看了一番。 然后就又撒花地跑开了。 明川一脸迷茫地嘀咕道。 怎么几天没见就都神救了呀? 他们绕到了民宿的前院。 黄小荣一把掏出十块钱,说道。 我押十块,这两人肯定有情况。 江小白也掏出十块钱。 哎,你送我一个,你没看见他们刚才慌张的表情,凑在一块儿啊,腻腻歪歪,绝对有问题。 两人都回头去看丁春秋,他左摸摸右摸摸。 从裤子口袋里拽出一张皱巴巴的一元钱,说道。 你们说的对,肯定有问题。 黄小荣嫌弃道。 丁队,都鸭一样的,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丁春秋瞪眼道。 两个小兔崽子,算几着坑我呢,啊,那就换个别的毒。 我押他们已经拉过小手了。 江小白愣了一下,他摇头道。 不会吧,没这么快吧。 黄小荣笑道。 不,不,不,肯定拉过了。 此时,在地窖后的罗比心迷茫地看着自己,然后又看看明川。 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他们这么高兴的事啊。 他疑惑地问道。 嗯,明川老师,这帮孩子怎么了? 明川懒洋洋地说道。 还不是你给惯的呀,我看哪,你就是对他们太仁慈了,迟早啊,让你给惯出毛病来。 老丁此时走了过来,问道。 哎呦,二位说什么呢?我怎么听着像是教育孩子呢? 你们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罗比心脸一红,说道。 老丁,你有个正向的没? 对了,你们怎么来了? 老丁常叹语声道。 哎,来办案子呗,谁能像你们这样有时间来度假呀? 这地方可真好,情人古,有情人,荡波,江上,可真有点意境。 你小子可真会选地方啊。 明川苦笑道。 哼,你瞎呀,没看到这里院子的同行啊。 老丁这才正色道。 嗯,嗯,这儿出什么事了? 明川指了指一旁的地窖,说道。 五年前的沉案被我们两个人撞到了,从昨天晚上忙到了现在。 哎,咱们那案子的卷宗呢? 老丁从包里把卷宗递给了,罗比心也凑了过来。 看完后,罗比心不由地皱着眉说。 都失踪半个月了,怎么才到了我们手里? 老丁介绍道。 别提了。 周云失踪之前呢,跟她丈夫吵了一架,她丈夫是做工程的。 吵完呢,就回外地的工地去上班了。 她起初啊,以为这周云啊,气还没消,所以不接她电话。 后来听说周云回娘家了,也就没管。 琢磨着等回来再赔你道歉吧。 结果呢,等她回来,一问娘家人说,周云早就回去了。 周云的丈夫一听就毛了,这才马上报警。 派出所初步调查之后,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人口失踪, 所以啊,今天把案子移交给我们了。 罗比心问道。 周云的丈夫和娘家人有问题吗? 周云的娘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老两口见女儿回来了,也就劝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就让她弟弟送她回去了。 派出所调了监控,监控显示周云回家后下午就出门了。 根据身份证登记系统提供的信息, 周云下午去车站买了来南疆的车票。 车站的监控和现实情况一致, 所以我觉得并没什么嫌疑。 至于她丈夫们在外地工地, 案发到报案工地上的人都能证明她没有离开。 另外,通过对周云丈夫的走访, 她说周云在这边并没有亲友, 这些派出所都已经把工作做完了。 老丁介绍道, 明川问道, 记者那边呢? 别提了, 她的手机就放在家里, 出门的时候就简单地带了一个小背包。 周云的弟弟倒是说, 周云一直想来这里散似心。 老丁回答道, 众人听完都陷入沉思。 周云12号就到了南疆, 今天已经是27号, 因为错过了最佳的侦查时间, 很多影像资料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消失。 要找到她恐怕没那么容易。 现在, 他们思索该从哪里下手的时候。 夏宴, 拎着两份盒饭走了过来, 喊道, 师哥, 你怎么在这里啊? 老丁, 回头看到一个个子高挑, 眼眸善来的漂亮女人, 一时间把她看呆了。 夏宴本来还在纳闷, 这几个身影她在市局都没见过。 琢磨, 明川这是正和谁说话呢? 走近一看, 这几个人都没见过, 不过他们都穿着警服。 夏宴笑道, 我是南疆分局行政队长夏宴, 请问你们是哪个口的? 老丁笑道, 我是丁春秋, 和明川在一起上班。 都是检安分局行政队的。 江小白和黄小荣也分别介绍, 夏宴赶忙把盒饭放到一侧, 伸手和丁春秋寒暄道。 原来你就是丁队, 久仰久仰。 说到这里, 他笑道。 我刚才还给中局打电话, 想请明川老师在我们这里待几天呢, 没想到你们就全来了, 这下好了, 估计你们是有案子在这边, 我也不担心师哥会跑了。 说到这里, 他把盒饭递给了明川, 说道, 我听大刘说, 你上午没吃什么东西, 我特意打包了两个你爱吃的菜, 师哥, 终局可说了, 这两天你归我掉钱, 你没意见吧? 明川苦笑道,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 我哪里搬, 领导都发话了, 我能说什么呀? 然后坐了起来, 回头问道, 诶, 罗队, 你也没吃吧, 一起吃点吧。 罗比心冷哼一声道, 没胃口, 不想吃, 说完就起身离开了, 此时站着几个人看着罗比心的背影, 又看看夏宴, 再看看明川, 一时间大家的神色复杂, 众人都感到有些尴尬, 老丁首先笑道, 诶诶, 罗队, 等等等等, 我还没把案子说完呢, 然后向夏宴点点头便跑了, 黄小荣马上说道, 师傅, 那我也走了, 一会儿你可慢点吃, 别噎着了, 说完, 他冲着江小白说道, 还傻愣着干什么, 走啊, 江小白一脸的无辜, 看到黄小荣走了, 他也只好跟着离开, 夏宴望着他们背影问道, 师哥, 你们这次是什么案子啊? 明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说道, 麻烦你一会儿帮我们找个办公场所, 另外, 一会儿你帮我联系一下你们这里的记真, 我们要去找个人。 第四十集, 第二个死者 下午三点左右, 一行人来到了南疆分局刑侦大队, 夏宴给他们在办公室腾了两张桌子, 给罗比欣他们办公, 罗比欣随后安排任务, 老丁和小白两个人去车站监控中心调取监控, 而他和黄小荣发了协查通报后, 去监控中心查看有没有周云的身份证使用记录, 万一老丁那边有了消息, 他们也好在监控中心帮老丁寻找周云的下落, 老丁和小白两个人直接开车走了, 罗比欣等待夏宴帮他们发协查通报, 此时夏宴他们队正在开案情分析会, 他和黄小荣被迫旁听, 老张简单地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夏宴把现在记真上提取的证据公布了一番, 基本锁定了丁富民的重大嫌疑, 夏宴随后介绍道, 咱们队的秦法医附上住院, 我接吊了彭海的郎明川法医来帮助我们破案, 大家欢迎一下。 众人昨天都在现场见过明川, 只是有些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 如今一听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听诗者郎明川, 不由地传来一阵小声的骚动, 因为去年震惊华南的712大案, 其中给案件带来突破性进展的核心人物就是朗明川。 712告破之后, 他听诗者的大名可在系统内是如雷贯耳, 最后办公室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明川有些不好意思, 他起身道, 你们下队长就喜欢给我们戴高帽, 那我们先来说说案子。 说到这里, 明川把手里的照片递给了大刘, 大刘开始给附近的人传看, 明川说道, 通过初步的尸检, 现场发现骸骨一共46块, 经过初步的测量推断, 通过颅骨、盆骨、躯杠骨的判断, 死者为女性, 对他的齿骨联合面以及恰骨联合面进行计算, 结合肋骨和胸骨所证, 我判断他的死亡年龄在36岁左右, 结合芦苇和胸骨判断, 他的身高大概在162公分左右。 现在因为有鼠群, 骸骨破坏严重, 死亡时间推断不太准确, 不过结合白骨的状态和我们当地的戏后, 按我的经验判断, 应该是在五年左右。 另外, 有些骸骨被破坏严重, 为了谨慎起见, 我送去了做种鼠判断和DNA测序, 目前还没有结果。 只是明川说到这里, 无意中看到了旁人手里拿着的骸骨照片, 那是一张右手小拇指中指节骨的照片, 明川觉得这根骨头似乎比别的骨头要新一些, 因为其他的骸骨表面的骨质已经消失, 而这一节小拇指的植骨表面骨质保存比较完好, 骨骼表面富有光泽, 看上去就像刚刚白骨化没多久一样。 夏艳看到明川盯着那张照片神色凝重, 便轻声问道, 师哥,有什么不对吗? 明川当即问道, 大刘啊, 这截小拇指的猪指节骨你看了没有? 大刘拿过来照片, 看了一眼, 不解地问道, 明川老师, 有什么不对吗? 明川说道, 排骨现在放在哪里? 大刘说道, 还在分析室。 明川听完, 就朝着分析室走去, 夏艳看着明川态度反常, 赶忙跟了过去, 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纷纷赶去看热闹。 明川走到了分析室内, 大刘赶忙把正乌蛋拿出来, 将那一节中指节骨拿出来, 放在了工作台上。 明川今天上午忙着计算, 他看大刘工作态度认真, 所以也没有在此核查。 刚才他以为是照片的光线有问题, 现在仔细一看,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刘似乎还没有看出来其中的问题, 一边的黄小荣一眼就看出来, 这块骸骨存在严重的问题。 他问道, 师傅,这块植骨上面还有骨皮质, 恐怕时间没多久吧? 明川反复地看了一眼这块植骨, 它被老鼠啃食得非常严重, 只有完整的终结植骨的三分之一, 以至于都无法判断是否是人类骸骨。 密室里有鼠群触摸, 老鼠有时候为了磨牙, 会把骨头带回洞穴里。 难怪,大刘没有太在意这块骨头。 明川说道, 大刘, 马上把这骨头送去鉴定, 给它做种鼠鉴定和DNA测序, 如果这块骨头也是人骨的话, 恐怕不是一个受害人。 此话一出, 满堂哗然。 夏宴看了一下情况说道, 现在时间紧, 任务重, 在完整的事件报告出来之前, 我来划分一下任务。 当即, 他开始安排, 片刻后, 众人纷纷开始外出, 夏宴回到了办公室里, 对着老张说道, 就按明川老师给的范围, 重点排查五年前的失踪人口, 看看有没有和死者吻合的失踪人员。 老张点头道, 明白了。 等老张走后, 夏宴才说道。 走吧,罗队, 我带你去发西查通报, 对不住了, 今天不能陪你们, 这边有点忙。 第二天清晨, 罗比辛进入了办公室, 就看到夏宴他们一个个是一脸疲倦。 更加重要的是, 他发现队员们的情绪很低落, 似乎昨天的走访工作并不太顺利。 同病相连的是, 他们这边也不太顺利。 昨天顺利的是在南疆汽车站找到了贾云, 也找到了贾云下站后离开车站的出租车。 只是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们, 最后贾云在煤灰坡附近下车后便失去了踪影。 对比过监控后, 出租车司机并没有问题, 眼下唯一的线索就是煤灰坡。 不过那里是一片棚户区, 治安比较混乱, 想要找到他, 估计要费一番功夫。 此时, 罗比辛听到他们对的老张说道, 下队, 丁富民的情况比较复杂, 通过我们昨天到他老家的走访, 他们老家的村民对丁富民的为人都十分推崇, 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丁富民简直就是大善人, 不仅在村里修桥补路, 还经常接济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 夏燕点头道, 我这边走访的情况也一样, 丁富民出资修建了村里和镇上的两所学校, 他身边的朋友似乎对他的评价都挺高的, 说他这个人十分节俭, 平时连衣服都舍不得买, 赚了钱也不贪图享乐, 基本都捐了回报社会了。 老李此时也补充道, 我去问过他们辖区的老曹, 根据老曹反应啊, 这丁富民啊, 还舍命救过一个跌落严栋的孩子的生命, 他给我看过现场的照片, 确实是很危险。 夏燕听到这里, 不禁吓道。 听上去, 这丁富民根本不像一个杀人藏尸的恶人, 倒是像一个大善人。 这个时候, 在一旁看手机的大刘, 突然说道, 夏队, 失踪人口的DNA对比结果出来了, 现场的海谷和一名叫赵春梅的华南机械厂女工对上了。 罗比先听到这里, 暗暗地替他们感到高兴, 确认了师员之后, 丁富民的案子基本有了眉目。 明川问道, 那海谷的DNA比对有消息吗? 大刘说道, 那我再去催催, 估计今天下午就会有。 夏燕起身道, 明川师哥, 我们去看看这个赵春梅的情况, 你有时间吗? 明川起身就走。 夏燕对着办公室的同事说道, 继续走访丁富民的情况, 虽然现在案件明了, 但是还有变数。 对了, 他那个民宿里住着的住客也要走访一次, 一定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出发吧。 当即, 办公室就走了个一干二净, 罗比辛也起身道, 走吧,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煤灰坡, 一会儿联系当地派出所, 我就不相信, 这个甲鱼能凭空消失了。 片刻后, 他们抵达了煤灰坡, 下车后, 老丁和小白一组, 罗比辛和黄小荣一组, 开始对里面的情况进行走访。 罗比辛一路问过去, 越问越失望。 罗比辛就纳闷了, 一个孕妇, 那么大的目标, 进入着煤灰坡后, 怎么可能没人见过? 黄小荣看到罗比辛一脸惆怅, 就问道, 比辛姐, 你在生我师父的气吗? 罗比辛不由地笑道, 我生他的气干嘛? 我师父也太没意气了, 见色望遥, 咱们这边一点头绪也没, 他倒是癫癫地跑去别的族, 跟人家走访去了。 罗比辛懒得理他这种八卦问题, 他重新走回到了甲云下车的地方, 又换了一条路继续走访。 这种城中村修建得如同迷宫一样, 岔路众多, 他觉得这样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 同时心里也感到十分的纳闷, 这甲云独身一人来这里干什么? 这个时候, 罗比辛的微信响了一声, 他拿起来一看, 是林飞飞给他发来的信息, 上面说, 他的男朋友夏飞早上和他伴了两句嘴, 就上山去散心了, 现在了他还没有回来, 他已经报警了, 派出所已经派人再找了, 可是现在也没有回复, 林飞飞说, 他男朋友绝不会这么久不理他的, 而且打他手机也关机, 他现在十分害怕,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罗比辛本来觉得派出所已经接警了, 想让他再等等, 毕竟现在才上午十一点, 说不定夏飞一会儿就自己回来了, 刚要发微信回复, 手机的电量便告急了, 他这才想起昨天走得匆忙, 他的充电器还有一个平板电脑, 还在民宿充电没有拿, 于是他给老丁打了一个电话, 让小白把车钥匙送过来, 回去拿东西, 顺便去看看夏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41集 岩洞 从梅灰坡到情人谷, 大概40分钟就到, 因为现场勘察已经结束, 这里已经恢复了往昔的宁静。 回到民宿的时候, 就看到林飞飞焦急地等在门外, 见到罗比辛, 她便跑了过来, 哭着说道, 比辛姐, 这可怎么办呢? 现在都中午了, 怎么还没有消息? 罗比辛也挺诧异的, 按理说, 董飞一个大男人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可后面毕竟不是景区规划的游览区, 山高临密的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看到林飞飞焦急的样子, 而他们这边也没有头绪, 于是她便给片区的老曹打了一个电话, 想问问搜寻的结果如何。 老曹接起电话说, 他们正在找, 目前还没找到, 林飞飞一听就更着急了, 罗比辛安慰了她半天, 等她情绪稳定了, 这才上楼去找自己的充电器和平板电脑, 半中间接了老丁个电话, 下楼的时候, 本想再去看看林飞飞, 结果敲了半天门, 也没有人开。 这个时候周天出来告诉她, 刚才她出去的时候, 看到林飞飞背着一个大包去后山了, 她问她去哪儿, 她也没有回答。 罗比辛的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心里琢磨, 这林飞飞裹什么乱呢? 当即转身便追了出去, 江小白正在等罗比辛, 看到她朝着后山跑,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她也赶忙追了过去。 一个电话的功夫, 罗比辛觉得林飞飞应该没走多远, 果然, 隐隐地她就看到了林飞飞的影子, 喊了几句, 林飞飞并不回应, 罗比辛无奈, 只能跟了上去。 后面的山路崎岖陡峭, 基本没路可言, 罗比辛想起来, 林飞飞曾经和她说过, 她和董飞知道一条近路能上山, 难道, 就是她现在走的这条路吗? 罗比辛和江小白没走过这条路, 没几分钟的功夫, 两个人就已经看不到林飞飞的影子。 不过这里湿热多余, 地面潮湿, 林飞飞留下的脚印倒是能够依稀找到, 他们只能跟着脚印继续寻找。 越往上走, 道路更加的陡峭, 这里基本已经属于人际罕至地区了, 倒是回头能看到远处的情人湖, 宛若一颗镶嵌在清脆群山之中的蔚蓝宝, 景色醉人。 江小白累得气喘吁吁, 他穿着景服, 脚下是皮鞋, 汗水早已经把衣服都浸透了。 罗比辛也好不到哪儿去, 一路的灌木荆棘, 连个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他不由地觉得, 现在的孩子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 拿起电话, 想给老曹打电话, 他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江小白问道, 比辛姐, 我们还追吗? 罗比辛犹豫了一下, 既然董飞一个男人都能失踪, 说明这路上一定很危险。 林飞飞现在不理智, 上山遇到危险更加麻烦。 当即起身道, 继续追。 又走了十几分钟, 这里植被茂盛, 连林飞飞的脚印都没有了。 不过细心的江小白倒是发现了一些道夫的植物, 一些地方的植被很明显被开山刀劈砍过, 隐隐地能够看出一条路来。 他带着他, 两个人再追了半个小时, 此时已经隐隐地能够看到山顶。 这个时候, 罗比心听到了林飞飞的叫喊声。 罗比心赶忙顺着声音追了上去。 七八分钟后, 他看到林飞飞站在一片灌木旁, 大喊救命。 救命! 看到罗比心过来, 就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赶忙跑过来。 他或许是因为太紧张了, 有些语无伦次, 指着远处的灌木从喊道, 东飞! 东飞! 罗比心赶忙跑过去。 在接近灌木从边缘的时候, 江小白一把拉住了他, 说道, 比心姐, 小心。 罗比心低头才发现, 他的面前竟然是一个被植物藤蔓遮挡住的溶洞入口, 十分隐蔽。 如果看不到, 很容易一脚踩空掉进去。 林飞飞指着溶洞口的一片金桔藤条, 罗比心看到上面挂着一块绿色的布条, 林飞飞哭着说道, 那是董飞的彭晒服, 是绿色的, 我给他买的。 江小白捡了一根枯树枝, 用力地剥开那些遮挡溶洞的藤蔓。 罗比心看到溶洞入口有水缸大小, 下面黑漆漆地深不见地。 林飞飞冲着岩洞喊着董飞的名字, 结果只能传来阵阵的回声。 罗比心打算呼叫增援, 可是无奈, 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 此时, 林飞飞捡起地上的背包打开, 从里面掏出了一捆登山绳索。 我要下去看看。 罗比心当即拦住了他, 说道, 别胡闹, 这种溶洞谁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 万一你再出现了危险怎么办? 林飞飞着急地说道, 比心姐, 我和董飞都是旅友, 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 如果董飞真的在下面, 按照这样的深度, 不死也是重伤, 如果我们等救援的来了, 他可能就死了。 罗比心知道他说的有道理, 犹豫了一下说, 你不能下去, 我下去, 我是警察, 没道理让你下去冒险。 说完, 就一把抢过绳子, 江小白连忙说道, 哎, 比心姐, 我一个男人还在这里, 怎么能让你下去啊, 我去吧。 罗比心皱着眉头说, 你那么重, 我怎么能拉得动你, 再说了, 也没有师父让徒弟去冒险的事情, 你把绳子拉好, 比什么都强。 说完, 就开始在身上捆绳子, 片刻后, 准备就绪, 江小白将绳子绕着自己的肚子缠了一圈, 然后, 自己又绕到一棵大树后面, 坐着缓冲喊道, 比心姐, 可以了。 罗比心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地爬下岩洞, 江小白慢慢地向下放着绳子, 下降的速度很慢, 向下走了一劫, 罗比心才发现, 溶洞是呈现道喇叭状, 越往下走, 下面的空间越是狭窄, 此时, 他隐隐地觉得, 董飞如果真的掉下来, 那么生还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果然, 又向下滑落了七八米, 罗比心感觉踩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溶洞实必骤然收缩, 呈现一个裂口状, 不过裂口依旧很大, 人下去是没问题的, 他再次深吸一口气, 对着上面喊道, 继续抱, 绳子开始松动, 罗比心小心翼翼地通过裂口, 然后, 用手电向下一照, 不由地愣住了, 他看到裂口到地面, 还有七八米的距离, 到了裂口后, 下面竟然是一个天然的溶洞, 如同一个倒扣的巨碗, 规模还不小, 此时, 借着手电微弱的光线, 已经能够看到地上好像有一个人, 罗比心的心不由得也沉, 这样的高度掉下去, 恐怕凶多吉少, 绳子放到距离地面三米左右的时候不动了, 罗比心向上喊了几句, 结果没人回应, 他刚才目测, 这根绳子也就二十多米, 估计绳子用完了, 罗比心犹豫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解开了腰部的安全扣, 用手拽着绳子再下降了一米, 然后松手, 结果脚下地面不平, 还没有来得及用滚动, 以消除下坠的力量, 整个人便瘫坐在地上, 此时, 他的脚腕传来一阵剧痛, 疼得他倒吸一口冷气, 好在距离地面不是很高,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过了几分钟后, 他才挣扎了起来, 一瘸一拐地朝着董飞走去, 只是, 他刚刚走到董飞身边, 不由地愣住了, 他看到一群黑漆漆的老鼠, 正在董飞身上蠕动着, 当即, 罗比辛喊了一声, 那些老鼠瞬间朝着四周逃散, 他走近一看, 差点干呕出来, 他又检查了一下, 董飞确实已经死了, 罗比辛抬头看了一眼, 头顶的裂缝, 已经成了一道细小的裂口, 估计这么高掉下来, 恐怕直接就摔死了, 他挣扎着站起来, 用手电环视了溶洞一周, 此时, 他隐隐地闻到溶洞里, 有一股极其难闻的味道, 常年干行针的经验, 让他顿时警觉起来, 因为, 这股味道像极了凶杀现场那种, 尸体腐败的臭味, 这个味道一定不是董飞的, 因为, 董飞刚死没多久, 尸体还没有开始腐败, 当即, 罗比辛朝着溶洞的中央走去, 发现, 这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水潭, 而在水潭里面, 横七竖八地, 飘着类似于麻袋的东西, 此时, 那种腐败的味道, 已经让人无法呼吸了, 罗比辛从口袋里拿出手套, 捂到鼻子上, 用手电一照, 顿时, 他的头皮就是一阵发麻, 吓得他差点尖叫起来, 因为,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他看到了那些麻袋四周, 竟然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老鼠, 素量之多, 简直令人发直, 罗比辛向后退了一步, 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朝着那边的麻袋扔了过去, 顿时, 那些老鼠疯狂逃窜, 不少都窜到了他的脚下, 就算罗比辛胆子再大, 吓得他不由地跳脚, 此时, 他看到大部分的老鼠, 似乎朝着北面逃窜, 似乎那里有出口一样, 罗比辛一想, 这里能呼吸, 虽然臭了一点, 但是不像个封闭的地方, 于是他赶忙跟了过去, 没走几步, 他就看到那边有光亮, 当即, 罗比辛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就看到有一条裂缝涌向了溶洞之外, 罗比辛从裂缝爬出来, 回头看了一眼, 这条裂缝十分隐蔽, 出口都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和藤蔓, 难怪上山的时候他没有看见, 不过站在这里, 已经能够看到远处湖畔的民宿, 罗比辛当即又折返回来, 他想知道那些麻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回到溶洞后, 罗比辛避气下水, 没想到这水潭只有一米多高, 他走到了其中一个麻袋边上, 把他拖到岸边, 用随身携带的瑞士军刀在上面液滑, 麻袋被滑出一个口子, 罗比辛用手电一照, 顿时, 他看到麻袋里赫然是一只清白的人士, 罗比辛不游地倒吸一口冷气, 此时, 一个人影渐渐地走到了罗比辛的身后, 第四十二集 并案 当罗比辛在漫山遍野寻找林飞飞的时候, 夏宴和明川开车抵达了华南机械厂的职工小区, 这里的小区已经十分破旧, 不过却代表了这个机械厂曾经的辉煌, 从户籍信息上看, 赵春梅是个单身, 有一个哥哥叫赵大山, 户籍上显示他是未婚, 父母已经过世, 所以只能来找他哥哥, 夏宴给辖区的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 问清楚了地址后, 直接找到了赵大山的家, 看了一眼手表是上班时间, 两人打算先看看家里有人没有, 如果没有, 直接去厂区找,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赵大山的家里竟然有人,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 夏宴出事警官正后, 女人愣了一下, 然后就把她们让到了屋里, 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情况, 这个女人叫李红, 是赵春梅的嫂子, 说起赵春梅, 这个李红就像打开了话匣子, 赵春梅和赵大山相差两岁, 在年轻的时候, 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后来因为一次意外, 丈夫去世了, 之后, 别人劝他再婚, 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三十岁的时候, 本来有一个男人还不错, 结果赵春梅在车间, 不小心把手给伤了, 虽然算是工伤, 但是却少了三根手指, 变成了残疾人, 对方也就和他告吹了, 结果之后便失踪了, 他们也去找过, 也报了警, 结果石沉大海, 杳无音信, 这五年里,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这都成了这一家的心病了, 如今一听赵春梅找到了, 但人却死了, 虽然已经料到这个结果, 不过还是很难接受, 夏宴一边安抚他, 一边做着记录, 明川这时问道, 赵春梅少了哪三根手指啊, 李红举起右手说道, 他的右手少了中指, 无名指和小拇指, 说到这里, 李红说, 你稍等啊, 好像当时他的工伤鉴定还在, 我拿给你看看, 说完, 李红就去书柜上找, 此时, 夏宴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现在DNA比对结果还没出来, 可如果赵春梅没有右手小拇指的话, 那么, 现场多出来的那块小拇指, 是谁的呢? 他小声问道, 师哥, 难道那间密室里, 真的有两个人? 明川沉吟了一声说, 赵春梅的海骨被老鼠严重破坏, 而且老鼠是杂食动物, 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 这块类属于右手小拇指的中节植骨, 就是人类的, 等等报告吧, 不然会影响你们的调查结果。 夏宴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随后, 李红把赵春梅的工伤鉴定书拿了出来, 明川拿过来看了一眼, 这是司法鉴定机构出事的正规报告, 赵春梅右手三根手指截肢, 按照规定, 双手食指缺失30%以上, 或双手食指丧失功能50%以上为八级上残。 此时, 夏宴问道, 那你还记得出事当天赵春梅去了什么地方? 李红摇头道, 他不和我们一起住, 我们其实到了十月份的时候, 才发现联系不上他, 唉, 说起来, 他也真是可怜。 说着, 李红就又哭了起来, 夏宴安慰他几句, 就告知, 他稍后可以去刑警大队办一些手续, 并录下口供, 随后两个人就告别了李红, 上车之后, 夏宴马上给鉴定中心打电话, 催促他们快点给结果, 鉴定中心反馈回来, 他们正在加班做, 虽然DNA比对还没出来, 不过, 那块终结植骨的种类一定是人类, 夏宴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明川, 他听完皱眉道, 这下丁副民麻烦了, 两个人没有回到队里, 而是直奔看守所, 在审讯室里, 丁副民突然一夜之间显得苍老了很多, 精神萎靡, 不过, 他的回答倒是和前天一致, 警察同志, 我真的没有杀人, 我要怎么你才能相信我, 夏宴怒斥道, 我没问你这个问题, 我就问你, 那个密室你到底埋了几个人, 为什么密室里会有第二个人的海果, 丁副民听到这里, 一下子愣住了, 他激动地喊道, 怎么可能会有第二个人呢, 你们这是胡说八道, 五年前我就封死了那个密室, 前天晚上是你们的人打开的, 中间我没有进去过一次, 怎么可能有第二个人呢, 夏宴起身道, 喊什么喊, 没有证据, 我们会瞎说你吗, 丁副民欲哭无泪, 他低头长须短叹, 突然抬头说道, 一定是那些老鼠, 警察同志, 一定是老鼠, 因为封死了密室之后, 只有老鼠能从气空里进去, 夏宴看了一眼明川, 明川小声地说道, 他说的应该是真话, 那节中节止骨, 还真有可能是老鼠, 掉进去的, 随后夏宴把笔录递了过去, 让他签字, 然后和明川从审讯室里出来, 明川问道, 情人谷附近有墓地吗, 夏宴做出了一个等一下的动作, 然后给辖区的老曹打了一个电话, 结果老曹不接, 他又给所里的教导员打电话, 询问了情况之后, 夏宴挂断电话说道, 那里在开发之前交通不便利, 所以附近村庄并没有在那里有三藏过, 明川皱眉道, 老鼠能掉进来的东西, 一定不会距离民宿很远, 通知计真的人, 看来民宿附近一定还有其他尸体, 尽量多带一点人吧, 那片民宿后面是一片山林, 如果在民宿四周找不到的话, 可能要搜山的。 夏宴马上去打电话联系。 大约一个小时后, 大批的干警陆续到了情人谷附近集结, 夏宴忙着指挥搜索, 此时明川接到了罗比辛的电话, 听罗比辛说了两句后, 明川抬头朝着后山看了一眼, 马上找到夏宴说道, 不用找了, 尸体找到了。 夏宴诧异地问道, 在哪里找到的? 明川指了指后山, 说道, 罗队找到的, 他们就在后山, 给寄陈之队打电话, 这是个大祸。 夏宴还没有明白过来, 他看到明川朝着后山而去, 马上叫人跟了上去, 大约走了有半个小时, 明川就在半山腰上看到了罗比辛, 此时他正灰头土脸地坐在地上, 一侧的江小白更加狼狈不堪, 而谈坐在江小白身边的林飞飞面如死灰。 见到明川带着大队人马抵达, 罗比辛挣扎着想站起来, 江小白赶忙扶住了他。 罗比辛指了指身后的草丛说道, 那里有一道裂缝, 里面有尸体, 我只打开了一个麻袋, 不知道有几个人。 夏宴一听, 头皮就炸了, 他马上带人去找裂缝, 很快找到了, 他第一个进入裂缝里, 明川倒是没有着急进去, 他蹲下身子, 看了一眼罗比辛的脚踝, 马上找人拿来了急救箱, 说道, 你先坐下, 我给你包扎一下。 罗比辛吃力地坐了下来, 明川取出工具, 脱掉了他的鞋子, 看到脚踝已经严重浮肿, 而且小腿全是擦伤。 明川先拿来生理盐水给他清洗伤口, 然后用点符涂抹后再用纱布包扎。 弄完这一切后, 他起身说道, 看你这脚踝的伤, 怕是得去医院拍个片子呀。 说完, 就看到灰头土脸的江小白, 额头上也有擦伤。 明川问道, 你怎么弄成这样的? 江小白委屈地说道, 还不是比辛姐, 我看他绳子脱了力, 以为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下来后就看到他一个人泡在水潭里, 我以为他出什么事了, 结果一个过肩摔, 就把我给摔到了水潭里, 恶心死我了, 那里可全都是老鼠屎和蛆啊。 说到这里, 江小白就跑到远处呕吐去了。 明川看了一眼他的伤并不严重, 刚要问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夏宴就脸色苍白地跑了回来说道, 师哥, 里面有六具尸体。 明川看了一眼罗比辛, 他赶忙起身朝着裂口走去, 反进去到了水潭边上。 此时, 同事们正在把麻袋从水潭里拖出来, 其中四个已经打开, 等第五个麻袋拖上来后, 用刀子划开麻袋, 顿时一股恶臭浮面而来。 明川低头看了一眼, 这个麻袋里的尸体因为半截泡在水里, 所以有一部分已经白骨化了, 而另外一部分出现了湿蜡现象。 麻袋里到处都是老鼠屎和蛆虫, 可见尸体被破坏严重, 他要了一把剪刀, 将第二个麻袋剪开, 因为这个麻袋入水较浅, 腐败的程度比上一个更加厉害。 此时在现场的几个民警, 已经受不了眼前这一幕, 纷纷跑出去呕吐了。 夏艳此时也是一阵反胃, 不过, 他发现明川此时如同突然变了一个人, 神情严肃地依旧在检查第三个麻袋。 当所有麻袋都被剪开, 尸体全部暴露出来的时候, 夏艳看到尸体上的双脚和双手都被绳子捆着, 明川说道, 看尸体现象, 这些尸体的死亡时间不是同一天。 说到这里, 他指了指远处的一个麻袋, 说道, 那边的尸体已经巨人关, 而这边这巨, 在老鼠的破坏下已经白骨化, 并且伴有湿辣, 这边的尸体附近已经有了大量的苍蝇泳壳, 而那边的蛆虫还没有成有, 也说明这一点, 不过时间跨度大约在一个月内, 一会儿我在详细时间准备清场吧。 夏艳知道, 接下来是纪真和法医的战场了, 他拍了拍手说, 除了纪真和法医, 不相干的人马上出去, 一会儿帮纪真的同事拿下装备。 大伙一听, 巴不得马上出去, 转眼的功夫, 溶洞里清静了很多, 夏艳回头看了一眼, 明川脸色阴沉地站在那些尸体边上一动不动, 就像一尊雕像, 乍一看, 就像是地狱的来史, 看得他起了一身的脊皮疙瘩。 第四十三集 并案 终 月摸半个小时的时间, 溶洞内的工作人员渐渐多了起来, 临时的照明灯具将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痕迹勘验和采集的同事们到处都在忙碌着。 这次算是临江计真支队的外勤倾巢而出了, 在这一个溶洞里一下子发现了六具尸体, 对于临江, 甚至是整个临海来说都是惊天大案。 现场除了明川以外, 市局的法医也都陆续到场, 大家都忙着蹲在尸体边上工作着, 记录的记录, 勘验的勘验。 大刘拿着照相机蹲在了明川的身边, 因为尸体严重腐败, 且溶洞温度高于水中温度, 出水后腐败会加剧。 为了保存证据, 尸检就地进行。 此时, 明川正在对着二号尸体就地尸检, 眼前的这具尸体的面部已经被老鼠啃食过了, 面部无关鼻子, 耳朵缺湿。 明川撇了一眼后,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对大刘挪了挪嘴说道, 包手机拿出来。 大刘拿出手机后, 明川告诉他密码, 让大刘在相册里找到照片, 然后把周云的照片放大。 明川看了一眼照片, 又看了一眼尸体, 骨油的闻道, 你觉得像不像? 大刘看了好半天, 眼前的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哪里还能看出和照片相似与否? 他摇头道, 看不出来, 这要是能看出来, 那不成了神了。 明川说道, 这就是一个人。 大刘又仔细看了一眼, 不由地说道, 明川老师, 这不可能啊。 远处正在给五号尸体尸检的老法医赵雨申说道, 大刘啊, 你多学着点吧, 郎明川的人脸面部复原是和高人学过的, 在咱们省啊, 他的技术那是数一数二的。 大刘愣了一下, 赶忙问道, 明川老师, 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明川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接着说道, 在电话本里照老丁的电话, 告诉他周云找到了, 让他马上带着黄小荣来治理。 大刘马上跑出去打电话, 片刻后他回来说道, 老丁说他马上就到, 你们罗队半个小时前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明川点点头, 尸体外表检查已经完毕, 尸体穿的衣服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明川拿着手术刀问道, 水中尸体都要提取什么, 都要注意什么? 大刘想了想说道, 水中尸体应该提取肺、 肝肾、 骨这些组织, 还有血液、 尿液, 以及胃内容物、 气管分泌物, 女性们还要提取引导擦拭物, 提取样本的质量要满足常规的毒物分析、 证物检验和病理检验。 另外为了做硅枣实验, 每提取一次必须更换工具, 不能用手直接接触物证。 明川又问道, 提取水样要注意什么? 大刘似乎被问住了。 明川道, 要加甲醇溶液, 至于温室相逼光保存。 大刘马上说道, 对对对。 明川随即开始解剖尸体, 这具尸体看腐败程度应该不超过一个星期。 刚才外表检验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他的头颈部有盾气打击的痕迹, 生火反应明显, 但是看样子不是致命伤才对。 明川推断, 既有可能是溺死, 只是没有全面尸检不能轻易下结论。 打开腹枪后, 明川的瞳孔猛然一缩, 说道, 怎么是个孕妇啊? 五号尸体旁的老赵说道, 我这里也是。 其他法医纷纷也都说是。 明川一听, 除了已经大部分白骨化的一号尸体暂时无法分辨外, 基本上都是孕妇。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有料到。 此时, 就听大刘骂道, 这个王八蛋简直是个畜生, 不, 他连畜生都不如。 突然之间, 整个溶洞内的气氛变得极其压抑, 大家都在低头默默地做着手里的事情, 偶尔能听到溶洞里中乳石滴水的声音。 现场勘验和尸检持续到了凌晨才结束。 明川他们走出山洞的时候, 回头就看到山上到处都是手电筒的光点。 山下景灯闪烁, 湖里的船只穿梭不停, 耳畔能听到零星的犬吠的声音。 临江市局的同志们依然还在搜山寻找着证据。 以往温馨静谧的度假圣地, 转眼成了一个大型的雄暗现场。 第二天上午刚九点, 临江市局的会议室就坐满了人。 这样的恶性案件, 不要说在临江, 就是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 临江市政府这些年, 一直在加大对南疆的旅游开发, 如今出了这样的案件, 除了骇人听闻之外, 还极大的影响到南疆的旅游开发。 所以临海省公安厅, 临江市政府都要求现实破案, 并且公安厅挂牌督办。 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 729专案组正式成立了。 临江市副市长, 市政府党组成员, 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崔震江, 亲自挂帅。 任命分管刑侦的张顺民副局长, 担任专案组副组长。 今天早上9点, 是专案组的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案件涉及到了彭海市公安局, 所以熟悉案情的罗比辛, 老丁, 江小白, 以及黄小荣等人都被抽调进入了专案组。 郎明川作为专案组首席法医也出现在会议上, 因为案发地在南疆, 夏宴他们队常年在南疆工作, 所以他们队也抽调四人进入专案组。 罗比辛简单地介绍了案发经过后, 夏宴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案情的初步侦查结果, 和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听完这些后, 崔震江和张顺民两个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的凝重。 经过初步的勘察, 现场因为老鼠和其他昆虫的破坏, 基本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张顺民, 沉吟一声问道, 明川啊, 你们法医组昨天的尸检结果呢? 明川起身道, 尸检报告已经发给了你们, 经过昨天晚上的初步化验, 虽然五名孕妇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顿唧唧大伤, 但是并不是他们的致命伤。 结合现场勘验, 他们的手、足均有勒痕, 生活反应明显。 二号、三号、四号被害人, 各级支气管和肺泡有溺液、泡沫和异物, 肺部有水性肺气肿, 肺表面有肋骨压痕等。 结合归枣实验, 三人均在大循环器官、骨骼、 牙齿检验出相当数量的归枣。 一号和五号因为被鼠群以及昆虫破坏严重, 并且严重腐败, 但是在牙齿和骨髓中剪出归枣。 此外, 他们并未有被猩猩的痕迹, 以此我们一致断定, 他们是被人用顿器积晕或者失能, 随后困住手脚装入麻袋中, 抛入水潭, 活体密闭。 听到这里, 在场的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十分的阴沉。 大家从仅这么多年以来, 基本上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惨案。 凶手的作案手法简直令人发指。 明川接着说道, 因为现场被鼠群严重破坏, 除了二三号被害人外, 基于死亡时间只能做参考。 通过尸体检验, 三号被害人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天, 二号被害人死亡时间不超过一个星期。 至于四号被害人, 我们结合他的腐败程度, 现场温湿度, 在他的麻袋里发现大量的心生永壳, 他的死亡时间应该在15天左右。 一号被害人进入腐败期后, 有大量甲冲出现, 皮下脂肪湿蜡化开始, 死亡时间大概在20天到25天左右。 五号被害人已进入残骸期, 皮下脂肪湿蜡完成, 死亡时间超过了一个月, 甚至更长。 听到这里, 在场的所有人的脸色更加的阴沉, 这说明, 罪犯在一个月之内肆无忌惮的疯狂作案, 这简直是对公安机关赤裸裸的挑衅。 此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崔震江问道, 现场勘验如何? 明传轻叹语声道, 通过昨天晚上的现场勘验,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包括被害人身上, 也没有提取出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至于溶洞外, 勘验场地太大, 目前信息还没有完全汇总。 崔震江皱着眉头说,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十条人命啊, 什么样的凶手能够一点线索也没有啊, 你们认真勘验了吗? 明传能够理解崔局长的愤怒, 在他的法医生涯中, 他见过几百宗的各类刑事现场, 大多数嫌疑人都不具备反侦查能力, 在现场到处都能够发现他们的线索, 比如指纹, 唾液, 甚至是抽过的烟头。 稍微有一些反侦查能力的人会清理现场, 但是他们根本无法做到完全不留痕迹, 比如窗户的缝隙, 地毯上的毛发。 明传唯一一次见过一个嫌疑人, 认真地清理了现场, 但是他还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硕大的耐克鞋的鞋印, 根据物质交换定律, 确实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做不到来无影去无踪。 明传解释道, 崔局啊, 你先别动怒, 这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极强, 而且这个溶洞潮湿闷热, 又能遮风挡雨, 又有水源, 是附近野生动物和昆虫经常光顾的地方, 现场被破坏严重, 我们确实是地毯式的搜查过了,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凶手和普通的凶暗凶手有着巨大差别, 这一点我想请罗队详细地说一下, 他是犯罪心理学的高材生, 我觉得能比我说得更清楚一些。 第四十四集 病案 下 罗比先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明川会突然提到自己, 他刚站起来, 张顺民就介绍到, 这是老陈的徒弟, 去年318案, 我对他可是印象深刻呀, 对嫌疑人的心理测血十分准确, 给我们破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崔局长说道, 原来是你啊, 难怪老陈亲自打电话给我说, 你会成为这个案子侦破的关键呢。 罗比先说道, 对罪犯的心理测血, 只是一种辅助的侦破手段, 所以我说的这些, 只能作为寻找嫌疑人的一种参考, 并不能作为侦破的方向。 张顺民说道, 但说无妨, 罗比先这才说道。 昨天, 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凶案现场, 通过我对溶洞的观察, 和溶洞所在的位置, 结合被害人身上的一些特征, 我做出如下推断。 第一, 嫌疑人对实施的犯罪行为, 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包括犯罪地点的选择, 将他们运到这里来的路线, 甚至是杀害他们的手段是如此。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被害人都被钝起击伤, 并且捆绑住了手脚, 一般来说, 我们会认为这是嫌疑人对自己的体能的不自信, 但是这个案子恰恰相反, 他将被害人击伤的目的, 只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他们, 不在他们身上留下信息, 所以反侦查意识很强, 这就说明, 为何在如此恶劣的现场, 没有留下任何踪迹的原因。 其次, 他选择逆死被害人, 更加说明这一点, 因为水火无情, 可以湮灭很多重要证据。 第二, 五名死者都是孕妇, 这说明他的目标和诉求十分明确, 首先可以排除他可能是狂欢型杀手, 其次可以排除他是神经病, 但是这个人一定有某些精神问题, 按照我的经验判断, 可能是偏执行精神障碍, 他有严重的妄想症, 一般这种罪犯有四个特征, 作案常有预谋, 目标明确, 手段较为残忍, 作案后自我保护, 而他选择孕妇这一点, 根据我的推测, 可能和某种邪恶的信仰有直接关系, 因为在大多数的连环杀人案中, 这些凶手很少选择孕妇下手, 唯一有记载的就是查尔斯·曼森, 所以我推测, 他去杀害孕妇的目的, 就是用他们身上的某些部分来记线, 原因吗, 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无法用现有的手段解决, 于是他寻找信仰, 妄想来达成他的目的, 遗憾的是, 目前并没有找到记线的场地和所用的记品, 所以综上所述, 我推测, 嫌疑人是一个成年男性, 聪明并且身体素质优异, 目前生活中遇到巨大挫折, 并且有某种邪恶信仰的人, 张顺民听完后, 点头道, 有理有据, 看来这家伙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啊, 现在五名孕妇中只有一个人确定了身份, 我建议以周云作为突破口, 来寻找嫌疑人, 剩下的四名孕妇要抓紧确认身份, 另外, 明川, 你带着记真, 继续看察现场, 山路崎岖, 没有交通工具, 把一个大活人运送上山, 绝非一事, 我觉得他总不能腾云假雾吧, 崔局,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崔震江起身道, 我已经跟侍卫以及省厅下了军令状, 一周之内必须破案, 在场的所有人马上起身喊道, 保证完成任务, 崔震江拿起帽子道, 辛苦大家了, 说完他就准备走, 此时夏宴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拿起来一看, 当即说道, 有线索了,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张顺民问道, 什么情况? 夏宴说道, 前几天我们在情人谷民宿, 发现了一名无名女尸, 嫌疑人就是民宿老板丁富民, 目前已经批捕, 刚才纪真给我发来消息, 刚刚在溶洞附近, 找到一支陌生鞋印, 经过比对, 确认是丁富民的, 罗比心听到这里, 不由的一愣, 他诧异地看着明川, 而明川则微微摇头, 示意他不要说话。 张顺民皱眉道, 马上提审丁富民。 从会议室里出来, 明川看到罗比心忧心忡忡地道, 不用担心什么, 只是溶洞外的脚印, 并不能说明丁富民就有重大嫌疑。 罗比心愣了一下, 他问道, 你相信丁富民不是凶手? 明川不止可否, 他小声道, 现在案子呈高压态势, 看了昨天的现场, 大家的情绪啊, 都有些激愤, 所以啊, 有些言论不说也罢, 最后凭借的还是证据。 罗比心说道, 可是现在的证据对他很不利。 明川说道, 能救他的也只有证据了。 此时, 夏宴走过来说道, 师哥, 我觉得丁富民就是凶手, 你觉得呢? 明川笑道, 看证据吧。 夏宴看了一眼罗比心说道, 罗队的侧鞋很精彩, 要不一起去审讯下丁富民? 罗比心道, 他不符合我的侧鞋, 我们要找的人是另外一个人。 夏宴严肃地问道, 那要是你的侧鞋有问题呢? 罗比心突然停下脚步说道, 那除非丁富民有精神分裂, 不过, 你看他像吗? 两个人站在一起互相对视, 四周的人都感到了一阵火药味道。 明川倾咳一声说, 都是为了办案子, 别伤了何计啊, 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 夏宴和罗比心都瞪了他一眼, 静止离开了。 明川望着他俩的背影, 是一脸的无奈。 老丁走到明川面前笑道, 嘿嘿, 活该, 这两个女人你都敢惹, 你真是在作死的边缘上疯狂试探啊。 明川无辜地说道, 我可没招惹他们, 怎么就成了我作死呢? 看守所的审讯室内气氛压抑, 罗比心和夏宴都望着面前的丁富民沉默不语。 江小白将溶洞的照片展示给了丁富民, 丁富民看到照片后, 脸色苍白地缓缓地向后靠到了椅背上。 夏宴紧紧盯着丁富民, 观察他的反应。 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 丁富民苦笑道, 这几个人也不是我杀的。 罗比心无比诧异, 他盯着丁富民问道, 我们还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尸体? 丁富民一愣, 眼神有一瞬间是慌乱的, 但很快便镇定了下来, 说道, 我猜的, 我, 我之前见过他们。 夏宴和罗比心对视一眼, 有些惊讶, 罗比心皱眉提醒道, 丁富民, 你可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这后果是很严重的。 丁富民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坦白从宽, 这天我知道。 说到这里, 他又说道, 能给我支烟吗? 罗比心看了一眼江小白, 江小白摇摇头, 然后马上明白过来, 说道, 哦, 我去买。 这个时候, 一侧的老张, 起身抽出一根云烟点上, 递给了丁富民。 丁富民狠狠地抽了一口, 这才坦然道, 这事儿大概发生在半个月前, 那天, 有个客人赶凌晨的火车走, 我去送站, 回来的时候, 已经四五点钟了, 我当时从船上下来, 慢慢地走到民宿的院门口, 开门, 我刚要进去, 突然在旁边的林间, 似乎有人影闪过, 我就用手电照过去, 那人影转身, 就没入了林子中, 我知道那里面没有开发, 十分危险, 就喊他停下, 结果那个人毫无反应, 镜子向树林深处走去了, 我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追过去了, 结果追到半山腰, 这人影就没了, 我当时也就纳闷了, 我在这都已经六七年了, 没有发现这半山腰上, 有树井或者溶洞, 我还以为自己当时眼花了, 结果刚打算走, 就听见这身后, 有女人的惨叫声, 你知道吗, 当时黑灯下火的, 又在林子里, 我自己都吓得半死, 我差点尿了裤子, 我还以为我遇到鬼了呢, 说到这里, 她的手都有些颤抖, 她抽了一口盐, 接着说道, 我当时就想着跑, 可是没走几步, 又听见女人的惨叫声, 这次我听得十分真气, 于是我就在附近, 我就在附近找, 这时候我就发现有个溶洞, 我以为是游客或者旅游掉里面了, 我就爬过去想救人呢, 谁没想到, 哎, 这, 这真是倒霉呀, 她说到这里, 抓着自己头发, 啜泣起来, 罗比辛问道, 说清楚, 你看到的是什么, 丁府民抬起头, 眼睛发红道, 尸体, 罗比辛诧异地问道, 确认一下, 你看到的是尸体, 丁府民哭丧着脸, 心烦意乱, 对, 下眼门道,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 你看到的应该是麻袋吧, 丁府民一愣, 一时没反应过来, 下眼靠在椅背上, 冷冷地盯着他, 到底是麻袋, 还是尸体, 丁府民的两只手, 无意识地搅在一起, 捏得死死的, 罗比辛注意到这个细节, 眉头微皱, 转头看向下眼, 下眼心中暗道, 开始慌了, 丁府民的额头冒出了汗珠, 是麻袋, 下眼闻道, 那你怎么知道, 麻袋里撞的是尸体, 丁府民说道, 那几个麻袋泡在里面, 水是臭的, 我见过尸体, 一闻就闻出来了, 下眼冷横一声, 丁府民用眼角的余光, 飞快地看了眼下眼, 更加的坐立难安, 下眼冷笑道, 哼, 描述一下你看到的那个人吧, 丁府民想了想说道, 大概一米, 一米七八的样子吧, 男的, 好像戴着帽子, 罗比心问道, 好像, 丁府民额头冒汗, 竭力思索了片刻, 终于颓然地靠回以位, 说道, 太黑了, 别的, 我什么也看不清, 第四十五集, 搜山, 明川接过来黄小荣递给他的矿泉水, 直接拧开盖子, 如同印牛一般, 一眼而尽,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那毒辣辣的太阳, 只感觉自己和烧烤之间就差一把孜然了, 起身后, 就看到漫山遍野, 到处都是穿着坐训服的民警, 他们以十个人为单位, 排成一排, 每个人间隔十几公分, 手里拿着开山刀, 井棍之类的工具, 在崎岖陡峭的山坡上, 缓慢地搜寻着, 黄小荣用随身的迷你电风扇朝自己的脸吹个不停, 他回头问道, 师傅, 这个案子是不是挺难办的, 明川把外套脱下来, 靠在自己头上裹了两下, 弄得自己就和阿拉伯人一样, 黄小荣看到后, 笑得东倒西歪, 他回头看了一眼说道, 老张头说的是有道理的, 有些案子乍一看好像没有任何线索, 就得滴水不漏, 看上去就像铁桶一样, 但是仔细想想嘛, 其实里面藏着很多线索, 也有些经不起推敲, 五个孕妇按照我们师检推算的体重, 最轻的一百三十多斤, 最重的一百六十多斤, 你说, 这一个成年人在这么急区难走的山路上, 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他们弄到这里杀死的呀, 黄小荣说道, 要么不是一个人, 要么有工具, 明传孝道, 你说的呀, 是有道理的, 不过, 如果是团伙作案, 你觉得把现场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几率有多少啊, 另外, 如果是用工具的话, 像这样崎岖的山路啊, 一个人走上来都费劲, 更别提啊, 还带着一个失能的孕妇, 什么工具能干这个活啊, 所以我倒觉得啊, 有捷径, 就像那个溶洞那样的垂直捷径, 大自然呐, 到处都是不可思议, 所以啊, 别着急, 这个得慢慢找, 黄小荣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明传接着说道, 要寻找这五个孕妇, 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你想啊, 除了咱们彭海这个周云, 剩下的四个孕妇, 我们搜寻了咱们省近两个月的失踪人口, 并未发现他们的身份, 现在孕妇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金贵着呢, 怎么会失踪了一个月都没人报警啊,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还有啊, 这些孕妇又不是神仙, 他们能腾云嫁悟过来吗, 所以啊, 看似没有头绪的案子, 往往啊, 仔细想想, 还是能理出线头的, 千万不要被这种案子给唬住了, 你要学会换位思考, 嫌疑人是怎么做到这点的, 才好从他的作案过程中寻找出来证据啊, 黄小荣又问道, 那个丁富明是凶手吗? 明传沉默了一会儿, 他抬头说道, 要说赵春梅是他杀的,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 不过, 溶洞这个案子, 根据我的判断, 应该不是他, 这倒不是我小看了他, 你去看看民宿后厨就明白了, 丁富明这个人呢, 性格粗放, 坐视马工, 这么精细的活儿啊, 他根本做不了, 依据我的判断, 这是一宗高度预谋, 且精心实施的犯罪, 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呢, 不简单呢, 这时, 对讲机里有人喊道, 明川老师, 东南方向有发现, 明川回复了一句, 他带着黄小荣, 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着东南方向前进, 在一棵大树下, 明川看到, 聚集了一堆人, 他走过去, 就看到这里有一个脚印保存得十分完整, 明川低头看了一眼, 这个脚印和夏宴提取到的脚印一模一样, 并且朝向是冲着溶洞方向, 明川起身道, 照相吧, 继续找, 此时, 夏宴打来电话说, 师哥, 我们一会儿带着丁富明去指令现场, 明川愣了一下, 问道, 他料了, 夏宴说道, 没, 只是具核实口供, 明川拿着对讲机喊道, 以溶洞为核心, 向四周扩散, 找一个隐蔽的溶洞入口, 在明川找溶洞的时候, 老丁则和专案组的几个人, 又回到了煤灰坡开始走访, 因为案子特殊, 辖区派出所的老宋亲自为他们带路, 老丁拿着煤灰坡的监控布置图, 看了又看, 几乎所有的点他们都跑过了, 结果没有发现贾云的任何踪影, 老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对着老丁说道, 哎哟,这天邪门了呀, 怎么突然就热成这个样子了, 我看快中午了, 先回所里吃个便饭, 吃饭了呀, 我接着陪你们找, 这个片区道路复杂, 看似封闭, 其实啊, 死痛八达, 一些小路, 我们恐怕也未必知道, 只是, 他一个孕妇来这里干什么呀, 老丁的警符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他摇头道, 我们也不清楚, 他的亲戚朋友都说他在这儿没朋友, 奇怪的是从监控上看, 他下车就直奔这儿来了, 老宋笑道, 也或许啊, 是他们不知道的朋友吧, 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些小秘密, 走, 想回去吃饭吧, 说着, 就带他们走, 只是刚走几步, 老宋就停下来说道, 哎呀, 你看我这脑子, 这里啊, 有一家卖冰粉的老店, 远近闻名, 是南疆最具特色的小吃, 老丁啊, 你们吃过吧, 我去给你打包一份, 带回去吃, 老丁听完后愣了一下, 他问道, 店里有监控没有, 老宋也突然明白过来, 他赶紧说道, 有, 有, 我带你们去, 七拐八绕之后, 老丁他们来到一家十分隐蔽的小店门口, 店面虽小, 但是古香古色, 排队的人很多, 不少年轻人都拿着手机在店门口照相, 老宋到了冰粉店, 直接找到老板, 他们马上调出了店内的监控, 让人没想到的是, 贾云果然出现在监控里, 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周云果然出现在监控里,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周云的手里分明还拿着一部手机, 监控中, 周云边吃边看着手机, 大约十分钟后, 有一个瘦高瘦高的中年男子, 坐在了周云的对面, 两个人似乎认识, 吃完后, 两个人便离开了, 老宋看着这个年轻人, 悠悠地说道, 这不是李圣武吗? 老丁问道, 见过, 尹君子强劫过一次, 跟他打过交道, 老丁听到这里, 说道, 我去通知人, 你们摸清楚他的位置, 盯住他, 老宋, 让你的人封住了路, 千万别让他跑了, 半个小时之后, 增援抵达, 老丁带队抓捕, 这是一栋自建房, 位于梅辉坡澎湖区的边缘, 老丁打扮成一个送快递的人在楼下敲门, 敲了半天, 结果没人应答, 老丁给特警使了一个眼色, 特警队长一挥手, 当即就把大门给强行破拆了, 大门一打开, 当即老丁就和他们冲了进去, 搜索了一楼二楼都没人, 他们就上了三楼, 结果还没上去, 老丁就闻到了一股让人作呕的腐败臭味, 最后, 老丁他们就在三楼的客厅沙发上, 看到上面躺着一具已经呈现巨人观的尸体, 此时满屋子的苍蝇如同铁幕一样乱飞着, 地上和他身上到处都是蠕动的蛆虫, 而在他右臂小臂处绑着一根胶皮纸靴带, 下方插着一根注射器还没有拔掉, 一个小时后, 罗比辛和夏燕赶到了现场, 此时, 记忆真的同志们已经在现场勘察了, 罗比辛瘸着一条腿, 不过, 不知道江小白从哪里给他弄来了一个腋下的拐杖, 他支撑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在楼里查看着, 这栋自建房一共三层, 但是里面一片狼藉, 一楼稍好一些, 二楼和三楼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厂, 在二楼的卫生间里发现了大量干枯的血迹, 大流正蹲在地上采样, 等罗比辛走到对面的卧室时, 他看到卧室的床上四脚捆着绳子, 床上的被褥上还有零星的血迹, 罗比辛戴上手套, 走过去仔细地查看, 能够看到上面还有一些女人的头发, 罗比辛上了三楼, 闻到那股臭味后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尸体已被运走, 但是苍蝇蛆虫横行, 他看到在三楼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一个冰壶, 还有几个没有燃烧干净的蜡烛, 沙发上到处都是被烟头烫的黑洞, 地上全是各种垃圾, 老丁见他上来, 连忙说道, 罗队, 你这不方便在下面待着就别乱跑了, 罗比辛笑道, 我没事, 当说完, 他就看到明川蹲在地上, 正用镊子捡起地上的一个蛆虫, 而且放到盒子上做对比, 看得他一阵恶心, 而黄小荣则一脸兴奋地说道, 师傅, 我这里有更长的, 说完, 就把他镊子上的蛆虫放到了盒子上, 而站在他们身后的大刘, 脸色苍白, 一个劲儿的干呕, 夏燕此时喊道, 罗队, 你过来看, 罗比辛到了三楼的卧室后, 就看到夏燕面前的一只抽屉里, 装得满满的都是女人的首饰, 夏燕随后又打开了一只鱼, 这只抽屉里面躺着七八个钱包, 他将皮包一一打开, 发现其中一个钱包里 夹着一张全家福照片, 照片中的女人怀着孕, 笑容灿烂, 罗比辛惊讶地说道, 这是周云, 夏燕又在其他的皮包里翻了翻, 除了这个皮包以外, 其他皮包里均没发现 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此时大刘正在将那只抽屉的首饰一一拍照, 并小心翼翼地撞到正屋袋里, 当他拿起一串佛珠打算拍照编号的时候, 站在房间里的夏燕和罗比辛, 异口同声地喊道, 等等, 大刘吓了一跳, 此时罗比辛和夏燕互相看了一眼, 夏燕就先把佛珠拿起来端下, 罗比辛说道, 你看这里, 夏燕顺着他的手指方向, 就看到佛珠内侧不起眼的地方, 一颗珠子上刻着一个小小的钉字, 夏燕说道, 听副民手上也有这么一串佛珠, 和这个似乎一模一样, 罗比辛皱着眉说, 什么哪都有他? 第四十六集, 李圣武 罗比辛看了一眼手机,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多, 专案组的会议室内, 大家都显得疲惫不堪, 不过大多数人的神情都显得比较轻松, 这是因为李圣武的出现, 给这个案子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 从现场回来后, 技针的检验报告陆续传来, 无论是指纹, 血型, DNA比对, 都说明那五名孕妇曾经出现在李圣武的家里, 而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 在二楼的卫生间内, 甚至找到了一根木棍, 上面混合的血迹经过分析, 确认, 上面有两名孕妇的DNA, 这说明李圣武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毋庸置疑, 唯一可惜的就是, 这个人已经死了, 没有将他绳之以法, 让所有人都感觉憋着一口闷气, 不过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夏燕和罗比辛, 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两个人见到了太多的命案现场, 当看到李圣武尸体的时候, 他们两个隐隐地觉得有些不对, 只是明川的尸检报告还没出来, 所以他们两个都保持了沉默, 一来是不想打击专案组成员的积极性, 其次是他们需要科学的依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夏燕把一瓶水递给罗比辛说道, 罗队似乎并不开心啊, 罗比辛冷笑一声道, 夏对不是也不开心, 一旁正在吃泡面的老丁一听, 悄悄地起身挪到了更远的地方, 剩怕一会儿央鸡池鱼, 如果你的担忧是真的, 你打算怎么办? 夏燕此时问道, 罗比辛揉了揉太阳穴, 反问道, 你呢? 提审颠覆迷, 现场有他的佛珠, 上面显出了他的指纹, 说明他和李圣武一定有关系, 不是吗? 夏燕坦然说道, 罗比辛却不这么认为, 他悠悠地说, 我要是丁富弥, 一定不会说半个字, 算上五个大人, 还有五个未出世的孩子, 那可是十条人命, 不管他招不着, 都是死路一条, 你不觉得吗? 如果想定他的罪, 除非我们有更加直接的证据, 你为什么总是替他辩解? 罗队, 如果是因为我师哥的关系, 你大可不必这样。 夏燕不解地说道, 罗比辛听完愣了一下, 他没好气地说道, 夏对,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但是请你一定不要质疑我的职业素养, 我的推测是因为我所学的专业, 和狼明川没有半点关系, 他狼明川也不是什么香波波, 也不是什么人都对他有兴趣。 夏燕不怒返校, 悠悠地说道, 女人啊, 都是口是心非, 我觉得你喜欢我师哥, 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 不过,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也喜欢我师哥, 很多年了。 罗比辛冷哼一声道, 哼, 无聊。 这个时候, 明川, 凤凤活活地走进了会议室, 当即,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到了他的身上, 明川说道, 李盛武的死亡原因是因为, 吸食并注射两种不同的毒品而亡, 在他的内脏中, 均剪除阿片类毒品, 而呼吸道内, 有大量的笨胺类毒品, 现在毒里还在化验, 不过, 基本不会出什么意外了, 而他的死亡时间, 根据他的腐败程度, 和现场我们提取的蛆虫, 并用蛆虫的长度, 做了线性计算, 他的死亡时间大概在, 25号的上午时点左右。 老丁一听就愣住了, 问道, 这个死亡时间可靠吗? 明川道, 必须可靠啊, 生物性证据本来就可靠,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人为是无法改变的, 在夏季, 人死后十分钟苍蝇到达尸体, 一小时左右产卵, 八到十四小时出现蛆虫, 以后每天生长0.2到0.3厘米, 根据这个规律计算死亡时间, 是较好的指标。 此时, 专案组办公室内, 不少人的神情, 又开始变得十分沉重。 大刘经验较少, 还没明白, 他看到大家没有庆祝, 反而变得沉默, 于是小声问道, 明川老师, 发生什么了? 明川长叹一声道, 唉, 今天上午我做过报告, 五名孕妇中, 三号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天, 换句话说, 李圣武二十五号就死了, 而三号被害人二十六号之后才死, 从死亡时间看, 李圣武有可能还有同谋。 晚上十一点钟, 夏燕和罗比勋一行四人, 再次去了看守所, 在审讯室刺眼的灯光下, 坐在审讯椅上的丁富民, 显得十分的狼狈, 他的双眼通红, 神情萎靡, 显然, 在看守所这几天, 他备受煎熬, 江小白将放在物证袋里的佛珠, 推到了丁富民面前, 丁富民看到这串佛珠后, 显得有些迷茫, 不解地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警察, 罗比勋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个是你的吗? 丁富民目光呆滞地点头道, 是, 你们在哪儿找到的? 老师殿, 别跟我们兜圈子, 怎么每次你都跟挤牙膏一样糊弄我们, 你自己干的什么, 难道不知道吗? 夏燕看到, 他打算用装疯卖傻来糊弄他们, 不由得有些愤怒, 我,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丁富民一脸委屈, 哭丧着脸说道, 罗比心不急不慢地问道, 李圣武, 你认识吗? 丁富民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摇了摇头, 抬头问道, 是民宿的客人吗? 罗比心看他回答问题的样子, 不像在说假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演技也太高明了, 为了确认, 他又问了一遍问题, 丁富民明显表现认知真空, 显然不认识这个人, 夏艳冷笑一声道, 哼, 我帮你回忆一下, 说完, 就把李圣武的照片给了江小白, 江小白走到了丁富民的身边, 把照片展示给他, 结果丁富民看完之后依旧摇头, 夏艳有些恼火地说, 我再提醒你一下, 我们在他家里发现溶洞内死亡的那五人的信息, 这串珠子就是在李圣武家里找到的, 和所有死亡被害人的财物放在一起, 丁富民看看罗比心, 又看看夏艳, 整个人都晃了起来, 这不可能啊,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这珠子早就丢了, 罗比心审视丁富民片刻, 在此开口道, 下午我们对口供进行了核对, 你也亲自去了, 在现场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搜查, 但是依然只找到了你一个人的脚印, 你又怎么解释, 丁富民有些崩溃了, 他情绪激动的喊道, 人真不是我傻的, 你说现在我什么都不缺, 对几个弱女人瞎说我图什么呀, 夏艳猛然坐直身体, 直直地盯着丁富民的眼睛, 冷笑道, 女人? 丁富民一愣, 夏艳马上追问道, 你怎么知道死者是女人? 罗比心也问道, 我再问你一次,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尸体? 丁富民明显慌乱起来, 夏艳怒吓一声, 丁富民, 你打算跟我们公安机关对抗到底吗? 每次对你审讯你都挤一点出来, 你是觉得这些口供都是儿戏吗? 上次你还说没见过尸体,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女人? 我警告你, 再要是这么戏弄我们, 后果你自己清楚。 丁富民听完后, 显得十分的慌张, 他犹豫了一下, 颓然承认道, 我见过尸体, 那天我进入溶洞以后, 看到有个麻袋飘在水潭里, 当时那儿全是老鼠, 苍蝇乱飞, 我下意识地就觉得这不对劲, 因为我之前听到过有女人的呼叫声, 所以我以为那个呼救的人或许还活着, 于是我就把麻袋拖到身边, 结果打开一看, 我的老天哪, 竟然把我吓得半死。 说到这里, 他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手有些轻微颤抖, 显然是哪个场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记忆。 罗比心看着丁副民问道, 但是我发现那些麻袋的时候, 他们捆扎完好的待在水里, 丁副民低着头, 似乎十分的不安, 片刻后才开口道, 我, 我看到人已经死了, 就要把他们认回去了。 夏艳闻道, 既然发现了尸体, 为什么不马上报案, 还把他们又丢回水里? 丁副民慌张地说道, 我怕呀, 一下发现这么多死人, 你们肯定想调查我, 我这家里头, 我家里头还藏着一个呢, 我哪敢报警啊? 夏艳怒斥道, 那上次问你, 为什么不说? 丁副民激动地带着哭腔说, 我怕我说了没人信啊。 罗比辛死死地盯着丁副民的眼睛, 丁副民不知所措, 避开了目光, 夏艳冷笑道, 丁副民, 案发现场父亲非常荒凉, 你自己也说了, 那是未开发局, 平时不会有人过去, 所以你在溶洞外彩下的几枚鞋印, 都被留了下来。 可是, 为什么你所说的那个人, 却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他看丁副民没有反应, 又笑道, 还是说, 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你在说谎。 丁副民一听, 更加激动起来, 他喊道, 没有向警官, 我真的一句假话都没说呀。 结果, 他看到对面的三个警察都是一脸的麻木, 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话, 丁副民彻底崩溃了。 哎呀, 这都是什么事啊, 真是一目错不目错呀, 我那是猪油蒙了心了, 偷死人的钱干嘛呀我。 说着, 他突然用手狠狠地敲打自己的脑袋, 哭喊道, 我叫泥滩, 叫泥滩, 报应, 报应啊。 夏燕喊道, 丁副民, 你老实点。 站在丁副民身后的警察, 马上冲过来把他按住, 询问被打断了, 夏燕和罗比心对视一眼, 发现丁副民的口供问题太多,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丁副民的情绪才好了一点。 此时, 一直没有作声的明川, 看着丁副民突然问道, 丁老板, 半个月前你进入溶洞, 你当时看到里面有几个马带啊? 丁副民想了想, 抬头说道, 我, 我看见两个, 不过当时太黑了, 我被马带里的女士吓了一跳之后, 我就赶紧跑了, 所以, 我, 我不确定到底是, 十几个。 明川听完, 脸色有些阴沉起来。 第四十七集, 周天 早上八点刚过, 寂静了一夜的情人谷, 渐渐地开始喧嚣起来。 民宿外的小广场上, 准备搜山的民警, 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明川打了一个哈欠, 感觉自己头昏昏沉沉的, 或许是这两天昼夜温差有点大, 有些感冒的迹象。 专案组的老郑, 看他精神萎靡, 就把一杯热水递给了他, 说道, 明川老师, 这都第三天了, 除了后面这座山呢, 左右两亿的山也被翻了一遍, 现在正好是夏季, 闷热, 多雨, 山上还有一些小型的野生动物, 估计再这么找下去, 也找不到什么线索的, 而你说的那个树井啊, 我们都把山给翻了一遍了, 也没有找到。 明川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清脆的山巒, 沉默不语, 此时老郑又说道, 之前我们推测是毒狼作案, 要是一个人的话, 确实很难把尸体弄上山, 可是现在呢, 除了这李生武之外, 还有一个丁富民, 丁富民又是这里的老板, 对这里的路也熟悉, 所以要是团伙作案, 凭借他们两个人, 足够把五个孕妇, 神不知鬼不觉的, 运上山。 明川打了一个喷嚏道, 这么推测的话是没问题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锁定的两个嫌疑人, 一个已经死了, 丁富民呢, 有什么都不肯招, 现在人可能是被抓到了, 可是杀人动机, 我们去至今怎么也没弄明白, 不还原了他们的作案过程, 你说这案子怎么解啊? 老郑苦笑以声道, 能一口气, 杀掉无名孕妇的人, 我讲的, 你们罗队的推测, 是有道理的, 这根本不是个正常的人干的事情。 没等老郑说完, 罗比心和夏宴两个人就走了过来, 夏宴把一包早点递给了明川, 说道, 我特意去买的, 你吃点。 明川显然没什么胃口, 不过尚无有体力活, 不吃一口恐怕真的扛不住, 他打开豆浆喝了一口, 问道, 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夏宴转身, 悠悠地望着身后的清脆群衫说道, 这个颠覆名的口供有很大问题, 五年前他恰巧救了一个快死的女人, 五年后, 他又恰巧看到了凶手, 并且追到了溶洞里, 这么多巧合堆在一起, 未必也太巧了, 不过现在查不到他的作案动机, 看他样子, 也不打算接着交代了, 恐怕我们要找的答案, 最终还在这座山上, 此时, 明川就看到周天从气体上下来, 他看到明川他们笑道, 那天案发后你们就把这戒严了, 我和老婆走得匆忙, 有些东西还没来得及拿, 今天正好有空, 所以就来碰碰运气, 罗比心对他记忆深刻, 就问道, 你妻子还好吗? 周天笑道, 他没事, 慢慢就会好的, 听到这里, 罗比心不由地替他感到心酸, 于是, 主动带着他去民宿帮他收拾东西, 临走的时候, 周天欲言又止, 似乎有话对他们说, 此时, 民警已经陆续上山, 明川看他吞吞吐吐的样子, 问道, 你是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没事, 你尽管说, 说不定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周天不自觉地搓着双臂, 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和老丁是老朋友了, 说实话, 我觉得老丁, 他不会杀人, 罗比心说道, 我们也希望他不是凶手, 周天接着说道, 我倒是觉得有个事情觉得挺奇怪的, 这里啊, 原来还有个打工的, 是老丁的弟弟, 名叫丁强, 本来干得好好的, 结果呢, 一个多月前突然走了, 我后来问老丁, 他说, 他这个弟弟恃久如命, 太耽误事了, 就干脆给辞退了, 夏宴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好像走访的时候见到过他, 和丁复明是一个村的, 好像是他堂弟, 上次好像没听他说, 在丁复明这里打过工, 说着, 他就翻了翻工作笔记, 打开后仔细地看了一遍, 说道, 确认没有, 罗比心当即说道, 走, 得去找找他, 然后, 对着周天道, 走吧, 我们烧你一程, 把你送到对岸去, 周天将背包背到了背上, 刚要走, 一个小盒子从他背包里掉了下来, 周天马上弯腰去捡, 不过, 被明川先一步捡了起来, 明川看了一眼这盒子里, 装得竟然是马飞, 不过, 一想到周天的老婆已经是肺癌晚期, 需要大量的止痛药剂, 于是, 把盒子递给他, 说道, 你今天是来专程拿这个的, 周天点头笑道, 马飞属于管制药品, 要去买新的, 按照医院的规定, 得把盒子和药品交回去才行, 明川将盒子交给他, 就上山去了, 四十分钟后, 罗比心和夏燕两个人, 再次来到了丁府民的老家, 夏燕因为已经来过一次, 这次算是轻车熟路, 到了丁强家的门口, 罗比心发现, 这老屋已经有了一些岁月了, 差不多算是微房, 敲开了门, 丁强揉着眼睛把他们让进屋里, 罗比心看了一眼, 屋内沉色简陋, 只有一张钢丝窄床, 一个矮凳, 两把椅子, 地上散乱地丢着一堆酒瓶, 烟头, 半块西瓜上还转着几只苍蝇, 丁强赶忙搬过来两把椅子, 罗比心和夏燕都坐在奶凳上, 眉头紧皱, 夏燕开门见山地问道, 上次我们来走访丁富民的情况, 你为何没说你曾经在他那里打工的事情? 丁强打了一个哈欠道, 被人辞退了,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所以你们没问, 我也没说, 罗比心问道, 辞退, 你是说丁富民把你辞退了, 为什么? 丁强的脸上, 极快地闪过了一丝怨恨, 很快又低下头, 遮掩过去, 他低头道, 他嫌我喝酒碍事, 其实啊, 他早就看不惯我了, 罗比心问道, 你对丁富民很不满, 丁强沉默片刻, 突然抬头道, 对, 我是对他不满, 就因为他有钱, 他捐了那两所破学校, 我就得像条狗似的每天哈着他吗? 他不是你哥吗? 丁强骂道, 他把我当兄弟了吗? 外面倒是装得挺像那么回事, 又是捐钱, 又是修路, 大善人, 活菩萨, 可你们看看我这破屋子, 看看我这副德行, 我沾他一点光了吗? 夏宴狐疑地问道, 就因为你喝酒, 就把你撕退了? 丁强冷哼道, 哼, 他一直就看不上我, 说嫌我喝酒耽误事, 其实就是随便找个借口, 他面上过得去呗, 罗比心问道, 你耽误什么事了? 丁强不耐烦地说道, 能耽误什么事啊, 就是倒霉, 谁想到这大半夜的狗都睡了, 他还没睡, 我自己喝两瓶, 出去撒泡尿, 就叫他碰上了, 夏宴和罗比心对视一眼, 警惕起来, 罗比心问道, 大半夜, 具体是几点? 丁强想了想说道, 三四点吧, 这谁能记得那么清啊, 反正那天还没亮呢, 具体说说, 夏宴说道, 那天太热了, 我也睡不着, 反正啊, 就一边喝酒, 一边看电视剧, 也不知道是几点了, 就去外面尿尿, 结果看到丁强民, 慌慌张张地从后山跑下来, 他身上的那一股味, 差点把我熏吐了, 他见到我就问我怎么还没睡觉, 我就说我睡不着啊, 他就回去了, 结果第二天上午, 他非说我偷喝民宿的酒, 非要把我开除了, 你说他这个人, 平时我喝几瓶也没见他说什么, 再不计, 直接从工资里扣也行啊, 我又不是戳不起这点酒钱, 后来我一想啊, 这摆明了, 就是想让我走人呢, 反正此地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我干脆就走了, 丁强说道, 夏艳马上问道, 那天是几号, 丁强想了想说道, 呃, 那天是个周六, 晚上来的人挺多的, 说着,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说道, 上个月二十八号, 夏艳和罗比辛对视了一眼, 根据明川的尸检报告, 第一名被害孕妇的死亡时间是上个月二十八号左右, 当即, 两个人就让丁强去局里配合调查, 而他们两个则直奔看守所, 下午六点左右, 天边的晚霞烧红了半边天, 搜山的民警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撤离了, 不出意外的是, 他们今天依旧没有发现任何想要的线索, 明川望着下山的民警沉默不语, 他知道, 现实的办案就是如此, 并不是所有案子的进展都会顺利, 这其中可变的因素太多了, 尤其在野外, 天气, 温湿度, 人和野生动物的破坏, 都有可能把暴露的线索给掩盖了, 脚下的这座山更是如此, 几乎每周都有大雨, 把已经残存的线索冲刷得一干二净, 今天是搜山的最后一天, 因为他们已经快要把整座山都给翻过来了, 实在没有继续搜寻下去的必要了, 他琢磨, 接下来恐怕还是要从李盛武或者丁富民的身上打开突破口了, 此时老丁给他打来电话, 老丁告诉他, 经过老宋和他们的努力, 今天终于把给李盛武供货的人找到了, 经过审讯, 这个人交代, 从这个月开始, 李盛武不知道从哪里筹措到了毒资, 不仅把欠高利贷的钱还了, 而且买货的次数特别频繁, 就当明川挂断电话后, 几乎是同时, 黄小荣和大刘都在专案组的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明川打开黄小荣发的毒理检验报告, 发现李盛武体内的阿片类毒品竟然不是海洛因, 而是马飞, 这个有些出乎了明川的意料, 因为现在对马飞这类的阵痛药物管控的相当严格, 要想弄到马飞, 有时候比弄到海洛因还要困难, 而一直让明川不解的是, 一个常年吸毒并且二进攻的尹君子, 难道不知道吸食冰毒后, 再注射阿片类毒品会直接要命吗? 而明川看到大刘发来的检验报告后, 不由地皱起眉头, 转身朝着山上走去。 第四十八集 丁罗 明川拎着工具箱向上攀爬, 大部分正在下山的民警都诧异地看着他, 族里的老郑正抱着一棵树向下走, 看到明川问道, 都下来的, 你上去干什么? 明川笑道, 你们先下去, 我去上面采个样, 一会儿就下来。 老郑喊道, 用帮忙不? 明川看他老胳膊老腿, 实在不忍心让他跑一趟, 就喊道, 没事, 我一个人能行。 大概十几分钟后, 明川来到了溶洞口, 钻过了警戒线后, 进入溶洞口, 直到水潭边上。 他从工具箱里找出来一个网兜, 然后用折叠杆绑住网兜, 在水潭里捞了半天, 结果捞上来的都是一些动物粪便和其他的杂物, 一直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不由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 最后, 他把裤子脱了, 赤脚走进水潭, 水潭的水只有一米多深, 只能淹没大腿中部。 他走到水潭中央, 用网兜继续寻找, 结果依旧没有找到。 明川不禁感觉有些不对劲, 他开始小心翼翼地在水潭里用双手摸索起来, 结果摸了一会儿, 他就发现, 水潭的东南角似乎有一道裂缝, 这让他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这个裂缝隐藏在水潭边缘, 溶洞内光线昏暗, 而且开洞的位置也比较隐蔽, 难怪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明川用手摸了摸, 这个裂缝勉强能容纳一个人进去。 他犹豫了一下, 深吸一口气, 蹲下身子用手探了探, 发现裂缝很深, 长达一米五的折叠杆, 都探不到底。 明川索性把折叠杆扔到了岸上, 毛腰直接爬进了缝隙里。 挤过缝隙入口后, 发现里面的空间要比想象的宽敞, 而且山洞开始向下挽掩。 明川憋着一口气, 爬行了七八秒的功夫, 又感觉山洞向上挽掩。 等他从水面看出头的时候, 才感觉这个裂缝的溶洞是一个U形的裂口, 形成了气壁结构。 从裂缝里爬出来之后, 在旁边做了个标记, 此时山洞一直缓缓地向上延伸, 明川用手机的补光灯照了一下, 发现山洞的地面上有明显拖拽重物所留下的痕迹。 而且爬了几米之后, 他就在一块石头上看到了已经干涸的血迹, 不由地让他心跳开始加速。 顺着山洞又向上爬了一劫后, 山洞开始不停地向下弯延延伸。 明川用手机照了一下, 感觉深不见底, 而且这里也没有信号。 他琢磨自己一个人这么爬下去, 弄不好会遇到危险, 于是打算折返回去叫人来帮忙。 结果等他沿着原路返回的时候, 好不容易爬到了裂缝, 猛然发现裂缝口被人用一块大石头给挡住了, 任由他用尽全身的气力, 用手推, 用脚蹬都无法把石头推开。 因为在水里, 他避气的时间有限, 一度他自己怀疑是不是爬错了路。 等他回到水面换气的时候, 发现他做的标记还在, 不由地心猛然一沉。 再看看手机还是没有信号, 这明显是有人把那条缝隙用石头给堵住了, 这让他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 不过, 他看一眼手机后就释然了, 他从进入溶洞到爬到裂缝, 有差不多四十分钟, 估计搜山的民警已经撤走了。 而嫌疑人到了溶洞后, 看到了溶洞水潭边上的工具箱和裤子, 估计是有人找到裂缝, 他干脆把裂缝直接给堵住了。 而让明显不解的是, 孕妇案自从案发一直就在搜山, 夜晚还有派出所的民警在后山脚下执勤, 这个家伙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来的呢? 想到这里, 冥传突然一愣, 不由地竞出一身冷汗来。 随后, 他马上朝着山东后面摸了过去。 回到了向下的洞口, 这里的坡度不是很急, 一个人猫着腰, 勉强能够向下爬行, 用手机照明, 能够清晰地看到溶洞地面, 有轮子留下的痕迹。 顺着划痕走, 大概走了有三十分钟, 山洞蜿蜒曲折, 或宽或窄, 明显是山体运动留下的痕迹。 最后, 明川类的精疲力竭, 终于到了一个面积较大的溶洞里, 只是因为手机照射光线距离有限, 根本看不清溶洞的规模。 不过, 根据明川的推测, 这里应该抵达地平线, 脚下的溶洞里全是水, 越往前走水越深, 大概走了七八步, 水已经齐腰了。 让他喜出望外的事, 这样深的水, 极有可能会和外面的情人湖相连。 或许, 显疑人就是通过这条路, 把孕妇神不知鬼不觉地 运到山上的溶洞泡尸, 这是完全行得通的。 他马上沉入水底摸索出口, 结果让他意外的是, 他摸索了一圈, 竟然没有发现出口, 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 如果没有出口, 嫌疑人是怎么进来的呢? 不甘心地他又找了一圈, 发现还是没有出口。 渐渐地, 明川有些体力不知, 他疲惫地爬上岸, 边喘息边思索着。 按照他的推测, 在他到溶洞取样的时候, 嫌疑人就应该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藏在溶洞里。 至于嫌疑人为什么会回到溶洞, 他不得而知, 嫌疑人躲在暗处观察他, 而他自己因为这几天频繁搜山, 这个溶洞四周又是案发现场, 是搜山的重点。 所以根本没有想过溶洞还会有人在。 嫌疑人看他发现了裂缝, 就在自己进入裂缝后, 嫌疑人找来石头把裂缝堵死了。 要是这样, 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裂缝会突然被堵死。 但是, 如果这里没有出口的话, 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休息了片刻后, 明川感觉身上一阵发凉。 经过这番折腾, 感冒终于开始发作了。 他咳嗽了几声, 挣扎着站起来朝湖岸走去。 找了个靠墙水又浅的地方坐下来, 发现屁股被咳得生疼。 他起身用手机杖, 发现墙边全是密密麻麻的丁锣。 明川不由地苦笑一声, 他去溶洞就是找这个东西, 结果溶洞里面没有, 反而这里有。 这说明, 他现在所待的地方, 才是真正的凶杀现场, 而溶洞里只是刨尸现场。 明川用手机照明, 挨着溶洞绕了一圈。 当他走到东北角的时候, 赫然看见了一辆用滑板改装的小飞车。 明川看到上面有明显的血迹, 应该是用来运送尸体的。 紧接着, 明川就发现, 这里有一个人工用碎石堆砌的石台, 石台上摆着五只陶瓷小碗, 五个小碗围成了一个圆圈, 旁边放着一只装有残竹的小珠台。 再仔细看, 他发现, 每个小碗底部延伸出一缕头发, 五缕头发聚集到了圆圈的中心, 被一小尊面目猙獰的神像压着。 他看到这里, 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而凭借他多年的经验判断, 碗里装的是血液, 只是不知道是人的血液还是动物的血液。 明川想起来罗比辛对这个嫌疑人的侧血, 没想到竟然如此接近。 然而这个时候又是一个悲伤的消息传来, 他的手机响了一声之后, 不争气地关机了。 他颓然地坐在地上, 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罗比辛端着一份饭坐到了桌子上, 一下午的审讯让他一点胃口都没有, 这次审讯和之前两次一样, 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这让他感到十分的沮丧。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他觉得丁富民一定是凶手, 只是丁富民目前的口供包括证据以及走访调查都对他十分的不利。 任凭谁来看这份卷宗, 基本都能认定他是重大的嫌疑人。 现在唯一的突破就是他没有杀人动机, 不过罗比辛隐隐地觉得, 丁富民恐怕快扛不住了。 夏宴也端着一份饭坐到了罗比辛的对面, 放下后说道, 李盛武那边依旧没什么消息, 你说也奇怪, 现场不仅没找到他的手机, 也没找到那五个孕妇的手机。 听丁对下午说, 他这段时间好像还挺有限的, 你说他得有多大的能耐, 才能在一个月之内锁定这五名孕妇, 把他们弄到这里杀害, 我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 这都三天了, 失踪人口排查有消息了吗? 罗比辛问道, 夏宴摇了摇头说道, 组里的人日夜不休地找了三天, 目前依旧没什么线索, 虽然有近一段时间的失踪孕妇, 但是DNA排查后并不匹配。 罗比辛沉默了片刻, 说道, 我觉得李盛武背后一定有个团伙, 单凭他一个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不定这么多孕妇的, 他又不是神仙, 从事件结果看, 这些孕妇怀孕周暑大致相邻, 他在找这些孕妇的时候, 明显是有目的性的, 你说哪里能有那么多孕妇呢? 夏宴愣了一下, 孕妇多的地方自然是医院, 尤其是妇幼医院, 不过孕妇怀孕后, 都会在当地的妇幼医院建档, 那自然家里人都会知道他们怀孕, 换句话说, 如果孕妇失踪了, 难道没有人报警吗? 这不太正常, 此时罗比辛说道, 灵江有没有那种黑中介, 带孕的那种? 夏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当即起身道, 这是一个追查的方向, 罗比辛却没像夏宴那么激动, 因为一些黑中介隐藏在地下, 找到他们那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他皱着眉头喝了一口粥, 突然问道, 对了, 你回来见到冥川了没? 我师哥, 怎么, 半天不见就想他了? 夏宴迟迟地笑道, 罗比辛皱着眉头说, 你得多无聊, 我都说了, 我对你师哥没兴趣, 你是没见他平常衣服上的那股味儿, 讲真的, 他天天带着那股味儿回家, 你能吃下饭吗? 夏宴听完后就是一愣, 法医的身上, 确实都带着一股莫名的臭味, 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不由地想到, 那天晚上, 冥川阴侧侧地站在水潭边的场景, 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丑, 随后说道, 我今天没见他, 你没带他手机吗? 听说搜山的人早就回来了, 罗比辛说道, 关机了, 夏宴拨通了老郑的电话说, 你等一下, 我问问老郑, 电话接通了, 他刚问两句, 便挂断了电话, 老郑说他们下来的时候, 看到明川一个人上山取样去了, 你问问族里的人见他没有? 罗比辛赶忙在群里问了一声, 结果没人看到明川, 罗比辛本能的感觉不对, 他起身道, 去找找他, 干公安的不会随便关手机的, 这是规定, 我们分头找, 一会儿联系, 说完, 两个人从餐厅里跑了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星人钟 姑娘调节目标 您拨除外卧场的感觉石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